美国商务部周三表示 美国今年一月整体零售销售额月增3% 为近两年最大增幅远超预期 分析师认为这显示的消费需求仍然强劲 但也加剧联准会提高升息幅度的担忧 美股四大指数陈述收红 道琼指数上涨38.78点 收34128.05点 纳斯达克晋阳110.45点 收12070.59点 标普500上涨11.47点 收4147.6点 费办指数上扬11.44点 收3133.07点 欧洲股市方面在英国通膨放缓消息传出后 缓解了对于经济陷入衰退的疑虑 伦敦股市一度突破8000点 为历年首次发生 欧洲三大股市全数收高 英国股市上涨43.98点 收7997.83点 德国股市上扬125.78点 收15506.34点 法国股市上涨87.05点 收7300.86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